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不湿的感觉 那么随着这种化疗疗程的增多 那病人会出现严重的手脚的麻木 甚至有的人感觉我的知觉在丧失 所以这个是影响了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指尖末梢 感觉失灵 那么是什么感觉呢 很多病人说 我这脚踩下去 下一步怎么走 是否落地了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对于生活质量 对于患者的这种信心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从中医角度认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现代医学认为 它就是由于药物所导致的神经毒反应 中医认为 其实也是包括两点 第一个是气血的不足 由于化学药物的作用 影响了我们的气血 影响了我们自身的这种皮肾的功能 导致我们气血生化的无力 气血的生化不足 那么血虚 末梢 施养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手脚的麻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淤阻 我们的经脉不通 血脉不通了 我们的阳气不能达到我们的室末 我们的营养物质不能达到末端的时候 我们的末端就会失去营养 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 一定是要以 益气活血通络为主 所以最经典的一个配方 叫黄芪桂枝五湯 就是以黄芪桂枝为主要 来治疗这种手脚的 末梢的这种麻木 当然我们在临床过程之中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这个外用的方法 我们常用一些 活血化鱼的药物 你像当归呀 红花呀 许长青呀 加黄芪呀 这些药物配付的一起 可以熬水 泡手 泡脚 但是要一定要注意啊 对于手脚麻木 就是化学药物所导致的 周一神经毒反应的患者来说呢 一定不能用凉水啊 也不能用热水 老板先生 一热泡了以后很舒服 其实太热了 热水的情况下呢 也加重这种神经毒反应 那么用什么呢 用温水 泡的什么感觉呢 微微是汗出 就说明我们气血 已经到了我们的 末梢 已经到了我们的底表 这个时候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如果泡的大汗淋漓 实际上是阳气外泄 对于身体病有害呢 并无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小的方法 特别是一些细节的方便 对于如何去缓解这种手脚麻木 周围神经毒反应呢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伤变作与点 订阅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